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拥有专门技术的人 后来更衍生出来了职人精神 那意思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呢 能够发挥所长而且精益求精 在今天 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书名叫做做工的人 顾名思义呢 就是在描写一群在工地现场里面工作的人们 而这个作者林立青 他本身就是建筑兼工 因此在整本书里面 透过他的第一手观察 还让我们理解到了这个社会的多元 也分享了许多丰富的生命故事 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阿玛迪亚森 他是以弗里经济学的理论获奖 在他的那本 《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书》中里面有提到 贫穷并不仅仅意味着缺钱 它会使人丧失对自身潜力挖掘的能力 在《做工的人》这本书里面 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 因为对生命失去了希望 而被迫放弃一切的人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是 努力工作 养家活口 勇于承担起责任的人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同样邀请到了三位来宾 分别以他们不同的视角 一起在《做工的人》里面 来带领我们共同启发 《阅读就是力量》 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 《做工的人》作者林立青 我们可以多看 我们身边的人劳动的价值是什么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 劳动的价值被低估 被大幅度的 比如说大家漠视或遗忘 比如保全的价值不该这么低 《保平》出版社朱雅军社长 丽青对文坛如果有一个 了不起的贡献的话 就是他的书写开启了 一个工人书写 或职人书写的风潮 而且这些职人投进来 又开拓了另外的原本 阅读市场 我觉得这是他对 整个读书 不管是阅读也好或文坛也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它是一个敲门砖 就是因为它而打开了 以及曾经出版过 《诗集》的何立湘 那一天他有工作 就是站了一整天的 Sandwich Man 我们讲三明治人前后 夹着 那一天跟他讲话的过程中 我甚至也是五位杂成 然后也是情感在内在很冲击 这样子很多他的比如说一天 或是说关于这件事 这份工作的内容是什么 就跟立心在书里面写的 一模一样 这些最爱喝酒 整天浑浑噩噩的出宫 看不到他们身上有什么希望 他们尝试连婚也离了 很多人也没有儿女 上宫时先喝一下一杯 让自己轻松点 不要再去想太多未来 酒精可以埋藏多余的时间 以及那些没有人在意的 无意义重复对话内容 我以前有时候会在下班时 把包商们拿到公务署的礼酒 整组送去给他们 我几乎不喝酒 也不喜欢酒 但随着年岁渐长 我慢慢能理解他们喝的 其实有时候不只是酒 据我所知 其实有蛮多的原住民 他们的这种劳动力 也有很大一部分会投入到 营造工程或者是地质改良工程 包括原民会在110年 第三季的就业报告里面的调查 就显示了 像是原住民去投入制造业的 大概有将近16%的百分比 营造工程业也有将近15% 但我想了解的就是 历青在建筑工地十多年 你有接触过这些原住民的朋友 在工地现场的故事吗 我刚入行的时候 看到大部分是板膜 板膜工 板干筋 体干筋的 那是在户外的 这几面就有差 因为这个劳动体力比较大 第二个是他比较容易被竞争所挤压 什么意思 他比较容易被所谓的 我们过去会以为他叫低技术工 我会觉得他技术含量低 就是纯粹劳动 他在工地会感觉好像比较低人一节 第二他会被移工所竞争 我们那个时候会有这种感受 大概有一些变化 我们教科书没有在讲 他们比较少知道 在2015年2016年有一波工地相关的工业革命 叫做锂电池革命 工地的锂电池革命 以前我刚入行 大概2008的时候 是拉100米延长的线焊发电器 后来大家开始进步 就是你投资设备变得一种 一定要投资自己设备 因为所有工具都是锂电池拿去用 那个时候就有变化 就是你的工种 所有人的自我投资 他们状况不一样 台湾的工人开始就 大概在2018 2019之后 他们的状况慢慢有所改善 我的改善是几个层面 第一个是我们开始意识到 不可以欺负台湾人 第二个是台湾的工开始缺了 原因是老的那一辈退休速度越来越快 我身边的最优秀那一批师傅 不管今天是汉林远众 他们只要一退休 就不会再接工程了 他们还是做工程 他们会参加什么 行善义工团做免钱的 然后一群人就从台北搭车 我有两个原住民朋友 从台北搭车到泰马里去做义工 他也不来做有钱的工 会有这种状况发生 我们以前我的印象中 在差不多离电池革命的前后的时候 有发生一件事情是 我开始发现有些原住民改名字 改名字 所以他的名字会变成 我们那个时候会叫他们什么 五个字六个字 你知道吗 我们还是念不起来他的名字 我们会问他说我怎么叫你比较好 最后太难记了 我叫你五个字好了 泰马也说好 因为我们开始知道不能叫什么 得啦得啦这种 你知道吗 不要叫不能 有一段时间是得啦得啦开完 终于节目的玩笑 开过头了 你不能再这样开 我们就五个字 你可不可以叫你五个字 可以 那你应该要记我的名字 你知道吗 像我那个时候就有很明显 是发生在几件事情是 大家开始越来越重视 第二是 你今天所有工开始缺的时候 所有的地位开始提升 现在所有的工 它的待遇都慢慢往上爬 因为 有一个很现实的 就是以我的经验 我大概刚入行的时候 其实待遇很低 原住民的功能在发生 执灾的时候 是比台湾很便宜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没有条件打管室 我们那个时候很现实 管理者会知道说 他们是户外工作者 弄银架的 板膜的 会有一种逻辑 去合理化他们这种行为 就是他们是做粗的 他们速度不高 他们比较喜欢晒太阳 他们体力比较好 后来发现这些全部都不对了 我们现在文明 大概在十年之间又增加到 知道不对之后 开始重视他们 开始发现说 他们有那个东西专业 开始我们 已经到了 知道比如说 如何在很高的地方 逐步拆银架下来 安全的下来 这是专业 第二是开始知道说 板肝筋的时候 怎么使那个力 是专业 不是蛮力了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 只要你用盲力一下就不行 所以开始已经知道 这是专业之后 有大幅度提升 我们再说原住民好了 原住民他们很有 他们的社群出现 他的状况就会变成说 我们已经开始知道说 像北部就是 那几个原住民做水垢板膜 或者是这些你只能找他 为什么 他们的技术专业存在在里面 他们可能有改良的设备 改良的习惯 或者是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 因为原住民他们的家族之间的联系 如果一起来工作的时候 是比我们一般汉人 现在更紧密一点 我们会是分子家庭 小小的 然后或者是所谓的工种之间 没有那么大的连接 可是原住民常常是 我的经验不见得是父子 而是孰子的关系也很平备 孰子和子子关系平备 大伯平备 所以一起工作他们是合作无间 年龄上差异大 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 他们没有我们那种工地里面 备份什么老的要烂什么 比较没有 他们会一起工作的状况比较好 彼此之间的默契 默契比较好 各方面的配合度 还有经验 而且我们现在也会有一点改变 比如说我们会说 汉人会有小妈咒的时候 全部的工地就这一般都不见了 你说妈祖绕境的时候 比如白沙屯和大甲 他们会全部都消失 就是三位小妈咒 再来的话就是暑假 大家人住民要放暑假 其实那是有一些组的封眠记 你知道吗 我们会说人住民 他们要放一个礼拜的暑假 这个我也觉得是进步 开始我们的管理已经 从以前说你就是不能修 开始变能修 而且各个族裔 开始比较能够互相理解 我的眼界是 我大概看了这十年来 慢慢进步的变化了 是 各位有去过工地的经验吗 亚军你有清零过工地吗 完全没有 其实我真的是因为认识丽清 然后看他写作 然后我才开始了解这些 然后我自己看他的文字 其实我觉得 这本书真的是了不起 真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去书写 我是一个做工人 书写工地 书写我的职业 这还没有什么 但我觉得丽清刚刚说得很轻松 可是我觉得他 因为这个书其实是两个半月完成的 就是2016年底看到了他 其实是一个虽然只有在工地工作了十年 可是他心里其实怀着满腔的 你说对工地这些 比如说他写到的工作跟尊严 阶级跟骑士 他其实心里是有很多问号的 对这个工作或看到这些人 然后早期在图书馆 读的那些书的经验 全部压在他身上 然后加上他自己的信仰 信仰有影响 真的我觉得 他那个眼睛是充满了关怀的 他在看这些工人的时候 每一个人在他面前 他都看到他们那个 弱势的那一面 而且所以他那时候 为什么两个半月可以写出来 他有满腔的不平 或者是想说的话 所以我们很快就 他写写写 有时候觉得 写的他觉得这段不够好 我觉得不够好 我说地心这样 这个编要不要修一修 他马上说没关系 我重写 然后隔两天就交来 就是太多素材在他心中 然后我是透过了他 然后包括出书以后读者的反应 有好多读者的反应说 我现在是国中老师 但是我妈妈以前是洗车工 或者我现在在银行工作 可是我爸爸以前就是水泥工 我每天早上要目送着他的身影 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出去 就是他们看到的 不只是说想了解工地里面 他们看到他们自己 爸爸妈妈的那个身影 就是我透过他的写作 还有这些读者的反应 然后慢慢慢慢去建构出那个 哇原来的工人的样貌 有这么多种 不管是在洗车的 然后在建筑工地的 或者修马路的 其实非常非常 我真的是透过这个打开了 另外一扇窗户 一般受了高等教育 就会想离开一个 劳动生活的这样子的工作性质 可是你却反而再回来 从事劳力的工作 为什么 其实我成长的环境 周遭的人事物 其实对我来说都还算是对 劳动这件事情是比较亲切的 因为大家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懒惰的人 但是从小爸妈妈或是亲戚的长辈们 他们都会不喜欢这样子 你就懒惰还是怎样 就是你懒惰 懒惰 懒惰 就懒惰 然后就有点不想起来的意思 对 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 就是会 他们都会push你去劳动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当然我们接触 后来接触文学 然后阅读的东西 然后也写作 都会接收到一个观念 就是说 我们要去接触很多 各种不同的经验 然后你的 你有不同生命经验 你才有办法 写出一些 比较真实的 比较动人的一些 具体的事情 而不是你只是站在很遥远的地方 观望的话 那个东西 你可能没有办法 真正那么动人 这样 对 像孔子讲的什么 无少爷兼顾 多能鄙视 当然孔子是很谦虚的 对 什么说自己见 然后说那些事情很粗 但是五十就吃天命了 其实那些很专业 你说像刚刚 力行提到的 在工地现场的 很多的 你以为只是 出众体力活的东西 但那其实是 相当程度上的专业 那这个后来 我们就会这样觉得 然后 我第一次到工地去的经验是 我在2013年去加拿大 对 那时候去申请一张 一年的工作签 我就变成是一个移工了 对 然后那时候 就是很清楚 在第一现场的时候 你就会想 第一个想说 我以前做的是什么 我写东西 写企划 写题案 当编辑 完全没有用 因为你到了另外一个环境 第一个语言也不够好 我可能没办法在当地当编辑 或者是写企划 这样子 那我能做的是什么呢 那就想办法 穷尽说我所有能够掌握的技能 发现好像没什么技能 就好 那我去 做一些体力活好了 然后就第一次踏到工地现场 那个人他想要改造他家的地下室 他要把它挖深一点 也没办法动用那种大型机械 然后他可能也不是很符合法令规定或干嘛 就私自改造的这样子 然后就找一些临时工或是他认识的人 然后就用很土法练钢的方式 然后先用那种大型 感觉很危险 里面有一张照片我看到那种大型的那种 先把那种松的逃出来 然后逃出来就是用刷头 一缠一缠的缠到那个独轮车上面 那一勾 然后就 从地下室推到一楼 就是在那个环境下你就知道说 我要撑过这一段 就是 就如果我连这个都做不了了 做不来的话 那我哪天我如果要去处理到 我要写小说的话 我要写一些叙事事社会性的事 我怎么有那个底气 可以去很充分地写出这些 跟社会真实面貌有关系的事情 做工的人出版五年以来 我看已经74刷了 也就是说这个销售量大概有十多万本 影响力非常的普及 那在书里面呢 历青你在受访的时候有提到 说你当初呢也调侃自己 因为穷嘛 想吹冷气 只好去图书馆 结果你到图书馆里面 你竟然呢 就看完了托尔斯泰的复活 还有余果的悲惨世界 我感觉你的整个文学启蒙 是史诗级的 你当时看了以后 你那个时候就启蒙了 你想要写作的动机吗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 那个时候纯粹就是 我们那个时候有钱的孩子 就翘课打网卡 那你没有那么有钱 你就去读图书馆 那我是那种在书腰上面 或者是书封上面写什么 就会很开心 觉得好像很期待的那种人 结果《悲惨世界》写了什么让你 《悲惨世界》就是说 我记得那好像是Muttlewind出版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书腰什么震撼什么 很浮夸 我就这么厉害的书 我就拿来一看 而我发现第一个真的很好看 第二个是我看得完那么厚的书 那个时候其实老师们也是支持你 不然这样子你国文你也不被注释 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你分 你只会写作文你注释都不被 这样你如果写一篇心得来 或者你去投个稿我就给你过 我觉得这很棒 我就写一写心得 老师看了700字不错不错 1000字可以 他就说你现在其中考你又考一个65分 然后你又翘课 这样不好 你应该多看一点这些书 老师就给你过 我就去看那不然老师看什么 就把书要拿过来 你看这些都可以看 我就去拿托尔斯拍 是《战争与和平》 那时候没有 那个时候我们都写一些像是情书 把人家写作文 无名小战你知道吗 我们会在上面看漂亮的女生 自己会在那边贴一些歌词之类 但没有想过自己真的会变创作者或作家 那些东西已经被黑历史销毁了 大家看过了只有这个 保平的编辑应该有看到过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整理的时候有一些 部落格会帮助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些文字存在里面 但没有想过那些是有人要拿来买 或可以拿来变成书 是被鼓励之下才会变作品 我记得亚琳那个时候说你可以出书 我那个时候画面其实很智障 就是很中俄 就是想到一个70岁的阿伯 然后在小朋友面前说 你知道阿伯有什么故事吗 对吧 ISBN的 你知道叫ISBN吗 就好像可以去骗教会的小朋友 你懂我意思吗 我觉得那是一个成就 就是好来出书 那个时候其实都不懂 到亚军他们很开心说 卖得很好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还是在 那个时候还在工地就不知道 真的很好吗 我也不知道 就是一个天然呆状态 对 不过说起这个出书的一个缘由 如今又这么多人看到 我想这一定又来问一问我们的亚军社长 千里马也需要伯乐 那这一次的亚军伯乐的行程 我觉得会碰到历青真的是 那时候应该2016年下半年底 应该10月 9月10月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很意外 因为刚好在脸书上 看了我一个作家朋友 按他的一个赞 然后就那个赞我就寻过去 想说这个人到底是谁 那照理说我们的生活 应该是完全不可能有交集的 对 但那我刚好点过去那一篇呢 是他在跟网友热战 就是网友大概在讲八家将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看到工地的八家将就不是那个样 所以他就很 就是要跟网友在解释说工地上这些八家将是长怎么样 他们骑什么车然后做什么事 那我当时看了就觉得太有意思了 因为我自己做出版现在已经过30年了 我没有还没有碰到一个在工地里面的作家 就是我们对工地其实并不陌生 就是我们每天可能都会经过你家楼下的那个篱笆后面是工地 或楼下有工地 但是你从来没有想象说工人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他们的形貌 那我透过历青的书写就看到了这个围离后面的这个世界 所以我就立刻找他想说那我们有没有可能 而且我觉得他还有一点他有非常强大的写作的欲望 你看他在脸书上那样写文字 然后动辄就是几千字的长文 然后我觉得有这个动力其实是就成为一个作家很重要的一步 就是他愿意写而且很想写然后很愿意做 所以我们就从那一点开始就合作了 然后所以一开始先看了他的笔站 对对对 就觉得实在是太有趣了 所以接下来他就把他的部落格就开放给我们看 所以那个部落格里面就包含了他的一个情书夹 所以我们公司在 立直也可以看得到清楚 第三本书有考虑要出情书吗 黑历史太迟了太迟了 我的内在的袒露 袒露的心之类的 那写的不好那写的不好那写的不好 刚刚那个何立祥提到就是说你们同一个世代的 就我了解你们也是同一年生的 但是这个何立祥他是非常有趣的经验 因为你本身是国立大学的研究所毕业 但是就业的职场选择过水产加工 自协业还有营造业 等于说都是一些有职工现场的这些工作 其实你曾经出版过一本诗集 也得到了国议会的一个赞助跟补助 所以你 我这样子形容你做工的诗人 这样的名称来形容你不知道你觉得恰不恰到 那你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段心路历程 首先是像我妈妈在年轻的时候 她是工厂的女工 就是乞三爱 就是操作针车的这样子 然后一直到她跟我爸结婚 她我出生了她都还是在做 就是诚意相关的事情 所以我就是在一堆一堆衣服的 就那样的环境之下长大 我可能在旁边画画在那边读书 然后我妈就在那边做政策的事情 那我爸早期他曾经参与过中国造船的 是他建设还是什么的 他就很喜欢跟我们回顾分享 那一段的故事 很当年这样的 他说你爸也是要打电话 我是有这招的 就跟你的那个ISBN的 就是汉阶 对 对 对啊 那就是虽然我们自己是小孩 就觉得听到很 沉香烂调 但是后来之间发现 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门记忆 真的 然后包括像例行书里面写到 打电话就是汉阶了 就是没办法成功了70岁 才知道说那真的是 超乎我们想象 的一个专业跟一个辛苦的一个程度这样子 对啊 然后像我哥他接触的也是水电方面的东西 还有学涂抹 我弟他自己是做景观的 然后也是常常要到 嗯 角色可能跟立心比较像 像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虽然说我小时候我们也是走在一个升学体制的一个环境下长大的 对啊 但我自己比较不务正业 包括当初选择念中文系 其实都是在一个不符合大家期待的情况下 念完中文系就是大家会 编辑或是写计划 写计划 写提案 各种的东西 那这方面我一开始我也都往这个方向去前进 对啊 然后工作了一阵子几年之后 会就开始觉得有一些疲乏这样子 我想说那我要去再做一些别的事情这样 历青你的后来呢 做一个专业的建筑工地的监工啊 在这个行业十多年了 那你跟何立祥很很类似吗 从小就有好像说环境上会让你对这个行业不陌生 那我记得我小时候读国中的时候 他们是说叫我们一定要去学一技之长 或者是学工科理科要尽可能升学 能读多少就读多少 可是我不想啊 我那个时候最想做的是开生鱼片摊 生鱼片摊啊 我觉得开生鱼片真是一个好好吃的东西 而且生鱼片好美味 我妹妹也耳图目了 她说她要开泡沫红茶店 我们兄妹哪来说 一条边 感觉隔壁就这样子一起 对 我说那我委屈一点 我们干脆开一个漫画店 然后又有泡沫红茶了 然后再做简餐做生鱼片 特喜欢去那种店 对 我觉得好像我们应该做这个 但我从来就不觉得 我们很想要一直读书 我其实是整个家庄 整个环境 觉得你要赶快能够赚钱 踏入职场比较多 我家族都是劳工阶级 劳动阶级就是觉得 我们跟军工教这些部门 是不大思维不同 就觉得你要自己很努力 你要做出一些时事 你不能花时间等待 你不能拖延 等到我们在选志愿的时候 我也发现他们会影响到我 他们说不要读任何文族 你知道吗 我妈我爸那时候说读文族有20 你去读高职学一技之长 后来折中就是后来选了一个武专 然后读个武专 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不怎么想要读 我想说国中毕业就可以 开始学个水电之类 后来慢慢做了大概10多年之后 就开始觉得有一些话想讲 然后遇到雅晶姐开始写 因为你就干干叫 可是干干叫很无聊 我们工地也没人要听你干干叫 他们干干叫就是很急促的骂来骂去 几句话就骂完 柯文怎样 蔡英文怎样 那我们就算 我们会变成写一篇文章 或写一些细节 然后来讲这些 可是我最近又走回去工地 我最近又走回去工地 我发现就是 我如果说写作能给大家看到一点东西 那是我成为作家这个身份可能的成就 可是终究如果你要帮助一个人 好像你还是要用你原本社会上拥有的技能熟悉的 才能够带人 比如说有更具体实践的做法 我举例来说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应该要教人怎么样使用工具设备成为一个优质的好功能 我有这个能力吗 我想证明一下 我现在可以证明说我有了 在做工的人里面 其实我发现到历清有蛮多的篇幅 对好像说现在一些政策什么的 还有工部门 你都有提出一些批判 比方你会形容说 工部门是第一种我接触过后无比叹息的单位 以及你也形容说 在那个台湾媳妇的那一篇 我记得你就说 那些事情埋下必生以取笑公务员为乐的意识形态 那如今做工的人这本书已经出版了五年了 就五年来你的无比叹息有没有得到舒缓呢 我觉得现在叹息可以说更深一点 更深 我举例来说好了 就是当我开始掌握了变知名的作家公众人物 有人把你看成一个人的时候 那个整个逆转过来的尊重和地位是不同的 我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我在上礼拜去了一个地方洗地 叫板桥435艺文特区 他那一块地以前旁边 就是我出书的时候 小路我们去拍的 我没有去过那边拍 甚至报导者那个时候也去那里拍 我们就在那边 可是我永远记得很清楚 我们那个时候知道义文特区 他在旁边施工 我们想去里面 连借厕所警卫都不大鸟文 他不会想要让我们这些工人去 那等到我变成这一次去的时候是 和侯友宜市长一起去洗地 你知道吗 只要看到我们的公司名字的车 他就是大门打开来 然后我们就关明正在走路 但是我也很清楚知道 我后面那一个要不要帮我维修机器的厂商 他就在那边等快六七八分钟 进不来 再说我们去过一些大学 就说台大好了 我们以前经过台大工地 去里面施工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停车费要申请 我们的施工他是说 你可以帮我们整理停车费 但我们要在那边等 等什么呢 早上要先等学生上学的时候过了 我们的人才可以进去 可是等我变作家 我被学校邀请进去演讲的时候 我是插了卡直接进去 人家说这边门口就可以停 戏馆门口可以停 停好之后 教授会直接帮我把卡尺 施卡消磁什么的 然后我就关明正拉出去 那一种感受会整个翻转过来更严重 到处都是阶级 到处都是阶级 只是你也没有办法看得到 和我们会不会感受到 我会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更加明显 在做一些工程 在做一些事的时候 直接让大官等你一起做 真的有效 我必须诚实地讲 他不是因为这些基层的人 他尊重我 而是因为他知道 解一下大尾的人来了 他得罪不起 我后来又在看 为什么这些人 不会这样尊重我 因为很简单 他的职责上 你们这些人 乃是增加我的困扰 他这些在把关的人 对于他的工作是没有热忱的 他是没有热情的 他又觉得你来增加 我多余的负担的 那我再仔细看 像为什么我常常说这些警卫 其实他们金水低到不行 就是我可能现在带街友去洗地 做个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都比他们一个月的薪水还要高了 这个时候我又开始觉得哀伤感 因为他所在的阶级 必然和我成为对立 你说我现在还会不会感叹 我还是感叹 我还是感叹很多 我在写第一第二本书的时候 我自己会觉得说 我写出来或者 比我有权利的人 可以解决一点我社会问题 后来我放弃这件事情了 我觉得不对 你今天再有能力的政治人物 再有能力的学者 他只能看到有哪些人投入去做 然后去支持他 我们只能这样做 因为要最后是谁愿意投入 然后谁愿意动手去改变 才能够做出一点事情来 有权利的人没有那么厉害 他终究要是看哪些人 有提出一些解决方法 他给你支援而已 做工的人出版了五年来 其实即使你的叹息 好像又加深了 但我觉得你的那个 警察能力仍然在 这一点是我觉得 非常非常开心的 也就是说五年来 你并没有被这本书的74刷 好像就冲到摇摇晃晃了 这本是第六刷 你是第六刷 那也是要恭喜你们 你们是那么早就支持 利青的这个 谢谢 优秀鼓者 你说在一路走来 那你还是始终清楚知道 你心里面的天平 是什么样的情况 也像一开始的时候 亚军有提到 就是觉得利青 有一腔的热情 那亚军从旁边 跟着一路走来这五年 你有没有看到 做工的人出版以后 有哪一些变化 利青对文坛 如果有一个了不起的贡献的话 就是他的书写 开启了一个工人书写 或职人书写的这个风潮 而且这些职人投进来 又开拓了另外的阅读市场 我觉得这是他对 整个读书 不管是阅读也好 或文坛也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它是一个敲门砖 就是因为它而打开了 对啊 而且这里面的每一则故事 都非常的真诚 对 不但写实 而且真诚 其实我有几篇 我每次看了都鼻酸 包括那个 我最喜欢的一个篇章 透支 透支幻想 你一直讲的是写乐透的 就所有的工班们 都想要用一张50块钱的乐透 然后这个是一个 门槛极低的理财工具 但是我们可以幻想 有钱的未来 其实我觉得 这不仅仅是工班 这几乎 市井里民 任何人 学生也好 就你只要是每一个人 都会想要用一个 最低的报酬 不是你 你的幻想 幻想对每个人来说 都是一样 不管你有钱没钱 但是我为什么对这篇 觉得特别的动人 特别的感到 好像内在的那个 会被揪 因为你这里面写到的 每一个人 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真的想到我都会哭 我觉得是太高尚的情操 大家想到 如果我中奖了 第一件事情 要帮助家人 要还清贷款 还清房贷 还清车贷 还清学贷 第二个 有余力了 才能带大家去旅行 然后一个小伙子就说 他要有钱了 他终于有勇气开口 去跟他的女朋友求婚了 还有要盖那个诊所的 要为被锁卡的穷人 让他们免费一诊 还有人要送你铁 把你名字刻在上面 把你名字刻上面 还有人要买铁布楼 当你写出这些人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感觉到 这些平凡人的伟大 他们就是在工班 在工作 可是他们中奖以后 第一个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像旅行这件事情 一般中产阶级 一般小资家庭 太容易了 但对他们来说 那是好遥远的 那是比乐透中奖 第二件遥远的事情 而他们 第一个都是想要帮助人 我像光讲到 我都会觉得鼻酸 我都很感动 因为我最近带一堆 基友去洗地 他们有些也是根深的 你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些 可爱可恶可恨 都会藏在一起的理由 我们刚刚说的是乐透 对不对 有一个真的蛮有趣的 就是他一天到晚会打来 Morning call 然后吵吵闹闹闹 然后刚刚叫 一下骂蔡英文 一下骂可问 一下骂马英九 再骂一下李登辉 可是我永远记得 就是他每一年的时候 他都会跟我们讨红包 然后有一次我就真的 给他一个红包 我就把他2000块给他 他的做法是 很好笑的是买了一堆那种 你知道那种年货大街 那种饼干什么 飞机造型的 猫耳朵折卷的 他那个卷金书 他就买了 我给他2000块 然后买了1000多块 然后去分给各个NGO组织 你知道因为他觉得这些 他当街友有NGO这些 万华的NGO会照顾他 他从以前会在那边骂骂叫 变成打干净顺藏水 顺藏水就是 这边看一下门子 今天擦射工请特休 然后去看下一家 看看谁在哪里 他就到处发一发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我那个时候觉得 有点可爱 有点心疼 可是又觉得 他真实的活在我身边的那种感觉 那些幻想和所谓的透制 他到现在还是会吵着要买热透 然后一直跟我说什么 然后热透 他只要中了200块 就会说 嗯 再接再历奖 他如果 最大那一个奖品 然后就热透一定有假 然后下次再揪你去买 这就真实人生 但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印象 比较深刻的是 那个 举牌人 因为我之前有一份 就是做过一份 是那个 发传单的 对 大概就是 类似 就是一大早 就是要去某个地方集合 然后领 他的那个工作内容 对 然后就要就是 不管你下雨天怎么样 一定要在那边 对啊 然后 只有自己 但是我有一次在 我在中山北路 还是哪边 然后我就看到一位大哥 坐在 呃 那长凳上面 然后他在吃他的东西 那我就问他说 哦 我可不可以坐这里 这样子 对 那他说 好啊 请坐 然后就一边跟他吃东西 一边跟他聊天 对 然后我就 稍微观察他 就 说 哎 大哥你在吃蛋饼哦 对 但是那时已经下午了 嗯 他说 对啊 这是我的早餐 嗯 对 我就觉得 很 不太一样 他说 你怎么现在才吃早餐 你早餐怎么会留到现在才吃 这样子 他就说 他 他没有空 没有时间吃 早上的东西 嗯 也不知道说 去哪里买 或怎么样 就是留到 现在才有时间吃 然后我就 才了解到说 哦 他那一天 他有工作 就是 站了一整天的 Sandwich Man 这样子 就我们讲三明治人 前后 夹着 对 对 然后 就 他就告诉我很多 很多他的 比如说 一天 或是说 关于这件事 这份工作的内容 是什么 就跟立心在书里面写的 一模一样 包括那个待遇 从多少钱到多少钱 这样子 我那天跟他讲话的那个过程中 我甚至也是五味 五味杂成 然后也是 很 情感在内在很冲击这样子 对 然后 又很 有一种很气氛的感觉 因为他像里面有提到说 什么人 什么样的人会来做看板人 大多是在工地现场 无法做出工的 兼职的人力 比如说游民 身心障碍者 受伤的工人 或已经年老体衰者 这些已经是弱势的人们 往往在 身有病痛 或者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仅能趁着工地在工地上 仅能趁着身体在工地上 举牌 这样的一个条件 对 像 我们刚刚提到的 可能 还有一些劳力的条件 可以去 我可以去挖土 对 或怎么样 但有些 可能他这是连一些 比较 对 体力上的东西 他都没办法付出了 他的手可能没办法去 操作一些东西 他唯一能做 就是他可能 这样子 他们更边缘了 一定 对 更边缘 而且更 我觉得更辛苦 对 这么决定了 何立强 你下一本诗集 就叫做工的诗人吧 好 因为我 从你刚才的 这个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都觉得你 欠身处地 感同身受的那种 动人的那种 质地也是在的 而且也验证了 我们那个 立青在做工的人里面 写的 全属实情 绝无虚构 因为刚才他所 对应到的 包括薪资 包括时间的 那些工作内容 立青很棒 他写的其实是一些 一群没有选择的人 就是我们是 有选择的人 我可以去打工 或不打工 我可以去做货 我明天辞职 但是这群人 大部分都是被压迫到 他们不得不用 指力去 这只是他最后 一些可以做的事情 那书里面有一篇 我自己很感动 是他写在便利商店 中南部 那个便利商店 然后他们在工地里面 那个就是工人 水泥工 他们那个雨鞋都很脏 但是你知道 因为有时候 我觉得说 你会看到 有些人进到便利商店 会觉得我自己是大爷 我是来花钱的 你应该给我好的服务 可是这一群 做工的大哥们 他们却完全不一样 他们进去的时候 有一个他会坚持 把雨鞋拖在外面 因为他觉得他的雨鞋 如果把那个地板踩脏了 是谁要来亲 不是老板 是柜台的妹妹 或者是那个单亲妈妈 所以我觉得 就是这么一丝连疼惜 我觉得这个段 我觉得非常感动 就是只有他们会去想到 同样的处境的人的 那种困难 乐透的美好之处 还在于讲号没开完以前 任何的大话与承诺 都有了一点点可能 因此 那一张印有数字的保纸 还能多少承载一点 人生未来的可能 无论过去如何一团混乱 不堪回首 至少 总能幻想一个 有钱的未来 往往我们这个社会 蛮容易去给别人贴表 或者是以貌取人 包括像做工的人里面 有一篇贼头大人 里面有一句话 丽琪你就写到说 如果衣服看起来像是做工的 警察就会跑来问你 有没有喝酒 为什么做工的 第一个 做工的一定要跟喝酒连在一起 第二个就是 真的很以貌取人 像刚才亚军提到的 这些 他们穿的雨鞋 当然它是将心比心 你们要来打 可是 为什么我不能 如果我把我的鞋底弄一弄了 就是我这身装扮 我相信有些人可能也会因为 自己的装扮 或自己一身的捍卫 有时候可能也不好意思 那这个贼头大人里面所描述的 对啊 一看这个工人的装扮 就会来问他有没有喝酒 很容易发生 这个最常发生 就是板桥的新北环块周遭 我们具体一点 新北环块到现在还是有这个 就上礼拜我们不是去435吗 我前两 那个时候礼拜五先去再设备 就看到他就真的拿那个在找 那周遭工地的功能在这样用 第一个是酒家它有业绩 还是有业绩 酒驾蓝车有业绩 第一种是你要做一个定点的酒鞋的业绩 这个很可能是在环块相关 然后会在一些店家商圈 他们也知道说 比如说有的时候 长官下令之后会在尾压前后 他们尾压也会选择 就比较不会在比较高级的地方 然后再抓 如果你是在哪边最容易有那种 一出那个餐厅旁边就有酒车 新武太 新庄武补太商 那边有一些餐厅他就会这样 因为我们劳工会在那边办所谓的 尾压和剧场 反正有些时候他们也是 这也是警察的悲哀 他们是被长官叫去那边 站在那边增加见警率 就是这边可能是车祸 常常发生路段 站在那边的话 大家就会减速 所以我警察真的很无聊 他就顺便来叫大家吹一吹 会有这种状况发生 你说你要真的很恨他 我确实对他们很多情绪 很多不满 可是当我的位置也到了 可以看穿为什么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你会觉得也很无奈 那个阶级也在 因为会被叫去那边 这样子指着人家抓酒色 奉命 那也是初阶警员你知道吗 刚入行 刚入行 菜鸟级的 你就是一些初阶警员 对 所以那个是一连串的无奈 你要求什么样 你想象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他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那他抓机车简单 再来是劳工要申诉 通常比较不会 我们遇到罚当 我们就快点缴掉 就心情不要坏就好了 我们希望到现在来这样 我到现在看到法案第一次 就先赶快缴掉 不然心情会一直浪 我们的受到的训练是 赶快让心情转换 我们可以用全转 就是速战速决 不要纠结 对就是纠结 不去弄什么文字语 那些麻烦的事情 宽日废识 对 宽日废识 然后再来是 你要等他解释 你要等他托 你等不到了 然后你也太累了 对我们来说 那些行政手续 并非我们上场 我们的工作时间表现 是很密集在工程现场 所以尽可能让心思 全部单纯在工程现场上 反而最安全 你不要在心思 都已经在拿着铁锤钉板 还在 而且他就会吐到 那这么危险 还不起 我后来觉得那些 老师傅的教育是对的 他说 你就快点缴掉了 我又收到你缴掉了 水小清理口 我账你 罚单可以用刺这两个字 你知道吗 我给你刺你 我后来他老婆真的没有错 我们那个大嫂 苏珊有那个大嫂 你缴掉了 心思用在工作上面 才是安全的 安全开车 安全做你的事 那些请我们不是花不起 听起来非常霸气 但是相较于说 对罚单这件事情 立刻速战速决的处理态度 其实常常很多的工班 你们是有点漂泊的 因为工地不一定 有的时候可能在高雄那边的捷运 有的时候可能是苗栗 有的时候 所以会不会好像说 在工作方面有一种漂泊的行径 一开始会觉得好像离家很远 所有朋友都切开来 那我差不多要克服这个 大概是两三年之后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个性要变成外形开放 走到哪都可以交朋友的时候 你就会记得手机电话通讯录里面 每个县市动力的兄弟好朋友 那你就会去那里的时候 跟他说 我要去那里 然后去那里的时候 可能就投靠他 因为你离开大台北地区之后 你可能彰化的朋友 他的家是一栋透天 可能四楼都没有人 非常方便 就让你睡 你懂吗 四海之内接兄弟 对 我们就会变成说 走到哪就 边去吃喝玩到哪 反而是当作家的时候 有很多演讲单日来回 我反而不习惯了 否则我们工地是一个礼拜起跳 我们去彰化 我跟你说 肉皮就要吃我们中华的最好吃 那就带你去吃吃吃 所以我们会直接调试 那你说 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 我们对于交通工具 和如何找到临时住宿 确实那也是经验累计 今天这开心 都透过林立青 做工的人的作者 来跟我们分享了更多 我们不一定能够在书里面 看到的文本的那些 更多的幕后的故事 那我们读书会即将要圆满落幕 我想说最后我们还是请三位 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一些感言 我想亚军先开始吧 对我来说就是我做出版这么多年 第一次碰触到这一块 那其实我也被历清了很多那种慈悲心 然后他那种关怀的角度所震撼到 那也是因为他 所以我接下去我们做了很多 我们自己也做了很多职人的书 我觉得这一切 以后宝萍应该要立一个碑 系列从书就专门的职业 会我良多 我们看一个书单嘛 对不对 不要立对 将来说那个专门有你们专属的图书间 是 将来图书馆有一个专门的区 真的 职人发光区 缘号001 对001就是我们专门的人 开始的这个带头的第一个 那何理想呢 那我特别就是开心就是 就是会这一集这个主题 就是会找我来参与这样子 我在菲律宾当会就要 替代艺的时候 你会发现就是 那边的就是另外一种生活样貌 那都会很触动的人心 然后就会我们都会自己问 问自己说 你应该要身为一个作者 应该要站在什么样的位置 对 那你写多少 摄入多少 你是在为某些人代言吗 还是怎么样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就还是会去思考这些 那我相信我自己也有看到 立心在最后的篇章里面 其实有都有提到 这方面的一些议题 然后就我觉得蛮可以 在文学场域可以去 有进一步的思索这样 但是我觉得在整个整本书的内容 我觉得它已经给了一种答案了 就是你只要有够 你的内容血肉是足够真诚的话 有些问题其实不会成为不存在这样 对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 我能够让大家看到也就只有工地 在这之后我们有看到 比如说大师兄 他让我们看到阶体死亡这一类东西 灰火葬场 对值得让我们看的 他把殡仪馆好像内内外外每个角落的所有人 他都写到了 对 那如果你要看其他的 也有很多种职能 比如说去年有白宫之魂 对 白宫之魂我们会看到我们在所谓 这一个劳动产域里面 有些人可以坚持30年 有些人可以坚持40年 他用他的能力和他的专业做出什么东西 那本书的启发好 如果说最近的话应该是鮪鱼饭指南 对 有一本叫鮪鱼饭指南 我那一天看了之后我就觉得我就跑到黄南市场那边在那边看了一下 然后后来看了大概15分钟之后 原来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被我旁边真正卖鱼的骂 那你在定义 你要去中央渔市不是黄南市场 来抽第三 因为亚新他们那个时候给我一本就环鱼饭指南 我会说它是一个 你可以把它想成它把所有鱼饭的世界像林立香带给大家 可是它的文字又比我更起念 比我更严静 那我觉得阅读的时候那个畅快度很高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讲这些事 我们可以多看我们身边的人劳动的价值是什么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劳动的价值被低估 我觉得很无奈 可是如果我们都是看到每一个职业的内容 我觉得会变更好 对 历心鼓励大家要多阅读 而透过刚才亚军的发言 也是鼓励大家多探索 那至于何立香 那当然就是多体验了 那观众朋友们 不妨就多看看我们独立创作 每一集为各位精心制作的精彩内容 那今天的读书会 我们就进行到这边 实在太开心了 我的生活非常多 谢谢大家 我们来请用 请喝茶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